在云林县赐同乡 有一间传承70年手艺的制骨场 第二代接班人梁振颖 坚持使用纯牛皮制骨 他的手工制骨有口皆碑 九天民俗经义团 以及省运艺术团等知名团体 可都指明由他出产的骨 你如果出品像佛剧店什么 大家都在卖骨 不过他买台湾国 不过少之又少 都是进口的 进口就没有了 你有保留就有贴力了 可是他们打半年一年 那生命就变掉了 我们台湾不一样 台湾越打越好运 越好运 最起码都有十年以上 所以我们是手工匹 所以国外也是工厂 他们国外是组合的 为什么组合 就是跟我们做那个 那通义皮的一样 就是把皮给我们刷 刷 刷就刷在刷头 用机器就刷 刷一刷一刷 我们的皮是纯手工 就是你脆皮来 我們是用那一支刀子這麼重 把它把它塞,把它滷滷滷滷滷滷滷 最重要就是它的纖維 我們是要把它的脂肪刷掉而已 我們要它的纖維而已 所以我們是很小心很小心 把它處理那個皮子 這個皮跟這個皮是不一樣的 一樣是牛,有黃牛跟水牛 人家說是黃牛 所以那種比較少的是水牛 你一般都是看水牛比較多 黃牛你比較少看 牛比較少看,不過這個人比較不會做 台灣唯一唯一會做的就是做這個很厲害 這是有什麼優點嗎 它的分厚 打起來比較分厚,一般都是寺廟在用的 比較分厚 所以整百萬的也都有這種皮 有時候你脂肪也要留一點 你不能都削到剛剛 削到說都沒有 都沒有,那不行 你在溢的時候就不好聽 嚇到剛剛好,那個聲音會混合出來 鍋湯一般,我現在都用台工 因為我們沒辦法做鍋湯 做鍋湯你做不出來 沒有辦法 所以鍋湯的佛都用台工 然後自己組合 對 你做不出來 你自己做鍋湯的時候 你就沒代表 我們是彰化人 以前古早人 我現在是現代人 古早人是我們白眼的 人家說中華古 伊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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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就在伊蘭做最清 中華做古最清的公論 為什麼往外的時候要過來這邊 因為我在中華也是 我接著往我接的時候 我也在中華 到幾十年 因為現在變成說要材料 我就要材料才過來這邊 南部的話 因為這邊比較軟 因為我們牛皮就是要曬 所以我們就找 比較有官僚的地方 比較軟的地方 因為本年就是農了社會 市府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究竟 聽到選到好的東西 好的材料 所以我們才麻煩 他們在這邊 我們做功能 一顆骨的誕生 從骨皮的處理 浸泡和曝曬 就耗時一個多月 將骨皮塑形 公皮和調音 又是一大工程 這骨的過程 耗時又艱辛 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耐心 只有少數學徒能夠堅持初衷 留了下來 差不多十點左右了 因為半工半讀學校派我來這裡 剛好後來學有興趣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做了 剛開始來學的時候 比較不習慣 因為太累了 從早上做到晚上 因為沒有下班時間 後來師父就慢慢開導我 我就慢慢習慣 再給他調一下 等一下 看了可不可以 他的程度在哪邊 要是會退就會退 會退 不會退 你看要調一下 我就記住他的聲音 他有退下去的話 我們還在調 不是 假如我打下去 還是 當當當當的 可能你聽到沒有 我們聽到很大 記住那個音 可是他已經 短掉的話 不太平 那個我說調音手板 調音手板 也可以說調音 所以我們都八顆 我假如說八顆 這都是 那一顆也是大大的 這就是在調音 這一個做的 這個是戰鼓 所以他很尖銳 所以他要調到他的 現在這做的 都很尖銳 都是比較高音的 很高的音 戰鼓是什麼時候會用到 就是人家 都算那個 人的一個跳樁 跳一個行屍團 他表演人家那個戰鼓 團體在表演那個戰鼓 很多人在打 太鼓的聲音就比較柔和 對 梁振穎懷抱著對 炙古的熱愛 以及傳承的責任 不斷嘗試創新 使這項傳統記憶 能夠得以保存 對 我要這樣做 你要怎樣 第一 我們要對 什麼東西 對這個 要負責 為什麼要負責 對這個傳統文化 我們不可以讓中斷 沒有 我們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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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的東西 譬如我們有新的東西 我們會傳承下去 它會製造 像一面骨 叫我師傅做 它就有 idea 它就會了 三面骨 五面骨 六面骨 它會創新 不然你一層不變的話 遲早會被社會淘汰掉 所以你不能只有在原步踏步 你要一直走 你在做下去就要 你自己走下去就是要去走 不能回頭 你自己走下去